东周系列连环化 齐环称霸 且说郑庄公失去了银考书 那周天子的日子也不好过 随着王室力量一天一天衰弱下去 诸侯不受管束 都想扩大自己势力 互相争夺土地 因此不断发生战争 纳齐国的乡公 自己为后 起初到还振作有为 可是日子依久 他却迷恋声色 贪图安逸 至于国家大事 早抛到九霄云外了 乡公有两个儿子 大的叫鸠 请了管一吴 照呼两人做太父 小的叫小白 请了报书牙做太父 管一吴好众 声德相貌魁梧 才气横溢 报书牙为人诚恳 见多识广 两人意气相投 往来非常亲密 他们约定 将来不管是公子鸠或者小白做君主 便互相举荐 那时报书牙看到其乡公的荒淫无道 就要小白进宫劝谏 哪知相公不但不听 反而责骂小白一顿 并把他赶出宫去 小白流着泪回来 把入宫的情形告诉报书牙 报书牙道 主宫这样做 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和公子不如躲避到别国去 两人就连夜收拾行装 逃奔举国 不久 齐国果然发生变故 相公被他的堂弟公孙无知刺杀了 无知也听人称道管仲的才干 即位后即派人去召请他 管仲却知道人心不服 无知做不长 执意推辞了 管仲怕无知再来纠缠 便和召呼商量 决定带公子鸠到鲁国去 因为鲁国是公子鸠的母族之邦 可以依靠 鲁庄公对他们果然招待得很周到 不到一个月 齐国几个大臣联合起来 又刺杀了无知 并派人到鲁国 迎接公子鸠回国 鲁庄公很高兴 亲率兵车三百辆 命曹贵为大将 护送公子鸠入旗 走不多远 管仲对庄公到公子小白再举 举国临近齐国 假如小白抢先回去 将对公子不利 就向庄公借了冰车三十辆 赶去拦阻小白 管仲引兵昼夜奔驰 行到寂寞地方 听说小白和豹淑雅已借了冰车百辆回国了 他立刻快马加鞭 又赶了三十多里 才追上他们 管仲下了车 上前施礼道 公子别来无恙 冰车随行 意欲何往 小白说 因君父之丧 回国去料理丧事 管仲盲拦阻道 公子就是长子 照理该由他主桑 他现在后面 马上就到 公子还是留下吧 报书牙打断他的话说 管仲速速回去 这是个为其主 不必多言 管仲见举兵一个个横眉怒目 准备争斗 他怕自己带来的兵车太少 寡步敌众 便回身退下来 管仲退了几步 莫得弯弓搭建 去定小白 搜的一箭射去 小白大喊一声 口吐鲜血 立刻倒在车上 报书牙急忙来救 从人一起哭喊起来 管仲见小白被射死 便急忙调转马头 率领兵车 如飞地回去了 其实管仲这一箭 并没有射死小白 只射中了他袍服上的带钩 因为小白孔管仲在射第二箭 一时极致 咬破舌尖 吐出血来 假装昏倒 连报书牙都被瞒过了 报书牙怕管仲再来 忙叫小白换成轻便小车 四面用步慢为好 从小路赶奔齐国 到了林兹 报书牙先进城去拜见朱大夫 称道小白贤能 劝他们拥立小白 朱大夫心里都有顾虑 怕公子鸠引兵到来 事情难办 报书牙说 你们原想盈利公子鸠 而小白先到了 这不是天意吗 况且鸠侯送公子鸠前来 想得只是报答 朱大夫听了都觉得有理 于是一起迎接小白入城即位 侍卫还公 小白即位后 立刻派大夫仲孙秋去见鲁庄公 说齐国已立新军 请他退兵 不要再去 鲁庄公听说小白没有死 不禁大怒道 长子继军位 是理所当然 小白怎敢如此 我们不能空着手回去 仲孙秋回报后 桓公决定用报书牙为主将 亲自率领兵车五百辆 抵御鲁军 骑兵西行 将到前十地方 两军相遇 鲁兵因傲慢轻敌 被杀得大败而逃 检典残兵 时程去掉七成 骑兵乘胜追赶 直追过问水 夺取了鲁境内问阳地方 才班师回国 骑兵大胜而归 朝臣纷纷向桓公称赫 骑兵书牙说 公子就仍在鲁国 有管仲 照乎相助 心腹之换未除 贺宫未免太早立 他主张乘胜进攻鲁国 要他们交出公子来 桓公自然同意了 骑兵书牙便率领大军 浩浩荡荡 又杀奔来到问阳 当下鲁书牙亲笔写了封信 派大夫公孙习鹏去见鲁庄公 纳信的大意是 公子就与小白是兄弟 小白不忍亲手家诛 希望鲁国代为除掉 免得日后争权夺位 管仲 照呼是小白仇人 当交回齐国治罪 习鹏临行时 鲍书牙再三嘱咐要把管仲要回来 并且说 管仲是天下奇才 我将禀明主公重用 你只消说 管仲建设其侯 其侯一定要亲自杀死他 鲁侯必然会相信的 习鹏到了鲁国 当面把鲍书牙的书信呈给鲁庄公 鲁庄公照大夫师伯问计 师伯说 小白出力 即能用人 从前十大战来看 绝非公子就可比 况现在其兵压境 不如杀掉公子就与其国请和 对鲁国有利 鲁庄公采纳了师伯的主意 把公子演叫来 命他带兵去杀公子就 并把管仲 赵乎两人活捉回来 公子演杀了公子鲁 并押了管仲和赵乎来见鲁侯 赵乎不忍受辱 一头撞在垫柱上死了 管仲却长叹一声说 我是齐国臣子 我要活着回去 从容地跨入囚车 师伯知道他很有本领 劝庄公留下来重用 庄公却担心齐侯不肯罢休 师伯想想也对 不过管仲回去以后 假如得到重用 定于鲁国不利 就劝庄公杀了他 把尸体送给齐国 庄公说 这倒是个好主意 习鹏得知这消息 急忙来见庄公道 管仲曾射过齐侯 齐侯恨他入股 一定要亲手杀死他 才泄心头之恨 如果只带回尸体 齐侯是不会答应的 鲁庄公听了他的话 便把管仲交与习鹏 押回齐国 习鹏带了管仲 急急出发 管仲知道这次能得生还 定是报书牙的计策 只怕鲁侯反悔 派兵追赶 于是编了一首黄狐歌 叫士兵唱 士兵边唱边走 由于忘记了疲劳 一天赶了两天的路程 果然不出管仲所料 鲁庄公听了师伯的话 后悔起来 派了公子眼来追赶 可是管仲的囚车 已出了鲁径 再追不着了 习鹏一行到了齐国堂父 报书牙早已在那里等候 见了管仲 忙叫从人打开囚车 把他迎入管舍 安顿下来 报书牙表示要在 桓公面前保健他 并劝道 齐侯是个贤君 能用人 能治国 我们为什么不辅助他 成就国家大业呢 管仲听了 好久没有作声 报书牙赶到都城 见了桓公 先调后贺 桓公弄不明白 报书牙道 公子就是君侯长兄 主上为国灭亲 这是不得已的事 臣怎能不掉 报书牙接着说 管仲是天下奇才 现已押回 主上得意良辰 因此相赫 桓公一听管仲 立刻火上心头 但经不住 报书牙左劝右说 才答应赦免他的死罪 报书牙然后赶到唐妇 把管仲接到自己家里 两人敌掌谈心 无限快慰 管仲心里不禁暗暗地赞叹 生我的是父母 了解我的是报书 不久 桓公封赏有功的臣子 有心拜报书牙为相 书牙推辞道 臣只是小心谨慎 循礼守法而已 做了人臣分内之事 若论治国之才 要内安百姓 外府四方 臣怎能做得到 桓公问道 那是不是有胜任的呢 报书牙答道 有 主公一定要找 就是管仲 臣有许多地方不如他 桓公听了 陈默仪会说 你可以和他一同来见我 让我试试他的才学 报书牙又对桓公说 假如要拜管仲为相 主公必须择个吉日 亲自去迎接 才是道理 这样一来 天下都知道主公遵贤礼事 谁还不愿意为其效力呢 桓公采纳了报书牙的意见 就选了好日子 亲自去迎接管仲 同车入朝 沿途观看的 人山人海 管仲到了殿上 向桓公谢罪 桓公亲自把他扶起 并赐他座位 桓公问他治国的道理 管仲说 首先要能爱护百姓 减轻赋税 大家衣食足了 自然就能守法 安居乐业 同时将山海收归国有 设立严官 铁官 闲时训练军队 这样 齐国才会强盛起来 桓公非常高兴 说 照你的画作 就可以称霸天下了吧 管仲答道 不 桓英当尊天王 亲邻国 辅助弱小 讨伐叛逆 这样 天下诸侯自然而然信服齐国了 桓公和管仲谈得很投机 决定拜他为相 管仲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单靠少数人 于是 又推举了公孙习鹏 王子成父 宁月 宾须吾和东国牙 让他们各掌一事 鲁庄公知道了这件事 非常气愤 打算出兵攻旗 桓公却想着先发制人 来与管仲商议 管仲道 现在国内还没安定下来 暂不宜用兵 桓公不听管仲的劝告 就拜鲍书牙为将 带领了队伍向鲁国进攻 鲁庄公也拜曹贵为将 亲自率领了军队 赶到长少与其军对阵 鲍书牙曾在前十打过胜仗 因此很轻视鲁军 一见鲁军到来 就下令进攻 并激励将士 先入鲁营的有重赏 这边鲁庄公听到 其军击鼓冲杀 也叫军士雷鼓 曹贵却急忙阻止 只叫弓箭手守住阵脚 其军冲不进去 只得退回 骑兵休息了一会 鼓声又起 又来冲杀 可是鲁军依旧不理睬 只用弓箭将骑兵射回 鲍书牙想 他们前次吃了败仗 一定是打怕了 鲍书牙又下令击鼓 哪料这次鲁军却不再射箭 曹贵也立刻下令雷鼓出击 骑兵因两次冲锋白费了力气 都不在意了 谁知鲁国的将士一听鼓响 各个精神百倍 奋勇杀来 刀砍剑射 杀得骑兵七零八落 大败而逃 曹贵见骑兵溃奔 下车看了看 那车技横七竖八的 知道骑军已乱 前面绝无埋伏 就传令追赶 一路上缴获了不少兵器和粮草 骑兵失败回来 还公非常生气 暴淑雅建议联合宋国 一起去攻打鲁国 还公听了他的话 就派使臣到宋国去 那宋敏公过去和齐国结过盟 还公即位 他正想通好 当下派大江南宫长万领兵到狼城和暴淑雅会合 鲁庄公探明旗 宋大军已侵入鲁境 便派公子眼前去袭击 公子眼把虎皮劈在马上 乘着月夜 杀向宋迎来 庄公亲自在后接应 宋军没有防备 被杀得大败而逃 南宫长万虽奋力所杀 最后中箭负伤 被鲁兵活捉了去 报书衙接到宋军拜报 不敢单独和鲁军对敌 只得带了队伍退回齐国去了 这年 还公派人向周王报告即位经过 并向王室求婚 周天子请鲁庄公主婚 把王姐嫁给齐侯 管仲趁机劝还公与鲁国和好 因此两国又恢复了旧交 还公打了两次败仗 也很懊悔 便将国家大事完全交给了管仲 尊为重负 周黎王元年正月 其还公涉朝 问其怎样力罢的事来 管仲说 现在周庄王刚去世 黎王心力 但到底是天下的公主 君侯应该以尊王开始 然后才能号令诸侯 这时宋国偏巧内乱 国君未定 管仲便奏请派人去报告周王 然后请天子之指 大会诸侯 立定宋君 这正是数微的好机会 其还公大月 当下派习鹏前去 自从周朝衰弱 诸侯早就目无天子 周黎王见其使来朝 不觉大喜 重加赏赐 并颁下命令 让还公约会诸侯 主持宋国立军的事 其还公奉到王命 当下分别通知宋 鲁 陈 蔡 魏 郑 曹 朱八国 约定三月初移在 齐靖北姓地方会合 不带兵车 名为衣裳之会 管仲先教军事柱移坐 三丈高台 上手放了天子的座位 到了二月中旬 宋国的新君宋桓公先到了 宋桓公正愁周王不承认他 今见其侯为这是约会八国 便先来北姓 感谢桓公的盛情 不久 陈 朱 蔡三国的诸侯也先后到了 他们都带着兵车 一看齐侯却一辆煤带 不禁惭愧 只得各自下令 把兵车退到二十里外 眼看二月已近 圆约八位诸侯指来了一半 桓公想要改期 管仲说 三人承重 现在已经有了五国 不能算少 假如随便改期 那是失信于天下 还是如期会蒙的好 三月初一那天 五国诸侯齐集谈下 论爵位 宋比齐大 但陈一公认为齐侯寄奉了王命 就该推他为主 大家都同意了 齐桓公谦让一番 然后登坛 一时中古齐名 桓公领重诸侯向天子宝座行过礼 又互相交拜 续了兄弟之礼 接着尤其大夫众孙丘宣读盟约 尽忠天子 辅助弱小 抵抗外族 如有违背盟约 列国共同讨伐 众诸侯都在盟约上签了字 会盟后 桓公便请大家共同出兵讨伐鲁 为 正 曹 四国抗拒王命 故意缺席盟会 陈 蔡 朱三国都答应了 只有宋公没有作声 生怕以后受累 心有余悸 当晚 宋公便悄悄地回国去了 第二天桓公得知 非常生气 就要发兵去追 管仲急忙拦阻道 罚宋须请亡命 才师出有名 而且宋国远 鲁国进 要罚宋 还是先罚鲁 陈蔡朱三军看宋公的样 分别辞去 还公便用管仲之计 派重兵先打下鲁国的附庸国税 然后进入鲁境 驻兵在济水 并派人去责问鲁侯 为何不参加北姓盟会 庄公听到齐侯大军压境 忙照大臣商量对策 公子庆父要请兵据敌 师伯 曹贵都说 北姓会盟 我们不去 却是理亏 从大处着想 还是讲和的好 庄公忙负信要求齐退兵 愿意亲来谢罪定盟 还公得信 果然先退了兵 请鲁侯在齐境科地相会定约 欲先筑好一个蒙坛 顶上竖起一面大黄旗 秀着方驳两字 谈下雄兵拱位 气象十分整肃 到了那天 鲁庄公带了曹贵前来赴会 但建兵将如云 战车成阵 不免有点惊慌 曹贵却手提利剑 紧紧随着庄公 昂然而上 全无巨色 刚要步上十阶 齐将东郭牙横身拦阻曹贵 赫令他把利剑收起 曹贵两眼圆征 怒目相对 吓得东郭牙倒退了几步 庄公 还公相见以后 都表示了两国交好的愿望 习鹏就捧出胜了牛血的鱼鱼 请两军煞穴为盟 正在这时 曹贵突然跨前一步 抓住还公衣袖 气愤愤地说 北姓惠盟 名为辅助弱小 齐侯却是强欺弱 躲我问阳之地 今日请归还 然后再谈结盟 还公见他这样子 只好答应了 曹贵才收起箭 接过习鹏手李玉鱼 请两军煞穴 定盟完毕 其将愤愤不平 都主张截流鲁猴 以报刚才所受的耻辱 还公摇头道 我已答应曹贵了 怎好失信呢 第二天 还公备了丰盛的言习 殷勤地送别鲁猴 并把亲战问阳的田地 尽数交还 诸侯们听到这个消息 都推崇齐侯讲信义 为 曹两国因为没有参加北姓会盟 感到不安 也都派了使臣到齐国来谢罪请盟 还公就约他们出兵协助 去讨伐宋国 还公再派使臣朝见周黎王 奏告宋公不遵王命 违背盟曰 不辞而行 请发王师问罪 黎王就派了大夫丹灭率领义军 会同齐兵伐送 这时辰 曹两国也引兵前来 一约出征 怨冲先锋 还公就派管仲先律一步 前往接应 自己统领大军随后 各路兵马 约在商丘会合 管仲经过挠山 遇见一个牧牛的人叫宁七 管仲和他谈了一会 知他很有学问 便把他建给齐侯 还公大喜 当时就拜宁七为大夫 和管仲同理国政 各国军队会齐后 到达宋国边界 齐侯准备发兵进攻 宁七却自告奋勇 愿意去说服宋公来归父 免得互相杀戮 宁七轻车俭从 到了宋都虽阳 见了宋公 责备道 宋国危险了 北姓盟会 齐侯侍奉了亡命 民公既然结盟 又不遵守盟约 如今天子震怒 为宋国着想 还是认错求和的好 宋公也自知理亏 愿意求和 只怕齐侯不肯答应 宁七便说了齐 鲁在科帝会盟的事情 宋公才放下心来 决定派使臣到齐军中认罪请和 宋使随宁七来见桓公 献上白玉石队 黄金千金 愿谢罪请盟 桓公把礼物如数交给丹灭 让他转献天子 并要宋公先去朝见周黎王 然后宋 齐再约七定盟 桓公回国以后 又用了宁七的计策 把依附楚国的郑国拉了过来 周黎王三年冬 桓公知道列国诸侯都已心服 就约了宋 鲁 魏 陈 正 许诸国 在幽帝举行盟会 道会诸侯 一致推其桓公做了盟主 幽帝会盟以后十多年间 列国诸侯大半归心齐国 桓公因罢业已定 很是得意 一致大赦酒言 欢宴群臣 大夫们轮流向桓公敬酒 轮到报书衙时 桓公酒已半醉 不觉得意忘形起来 笑着说 今天真是痛快极了 报书衙就乘机奏道 古人说得好 贤明的人 虽在快乐的日子 也不会忘记过去的忧患 愿主公也不要忘记 当年初奔的苦楚 桓公马上离席答谢道 大夫忠言 我一定记住 那时 南方的楚国日益强盛 桓公怕他侵犯中原 准备召集诸侯会师讨伐 管仲劝阻道 楚国帝大兵强 远征未必能胜 况且诸侯归父 也未必服从调遣 还是等待时机的好 君臣正在记忆 忽悠近臣来报 燕国被山戎侵扰 形势危急 特派使臣前来求救 桓公决定先率兵就宴 安定北方 然后再对付楚国 那山戎的酋长叫秘卢 领兵侵扰燕境已有两月 掳掠了不少财物 听到桓公率领大军前来 就向北方逃去 其军到了建门关 燕庄公出城迎接 感谢其侯相救 桓公怕山戎再来侵扰 下令继续进兵 桓公听说东边有个吴忠国 不肯复和山戎 便派人去请 吴忠国果然派了大将虎儿班前来助战 大军继续向前 不料前对虎儿班中了秘卢不将速买的诱兵之计 不幸坐马受伤 被荣兵活捉了去 恰好其侯大军赶到 其将王子成父大成神威 杀散了荣兵 将虎儿班救出 虎儿班捡点手下 损责很多 心里有愧 桓公却不怪罪 还用好话安慰 并赏给他一匹好马 大军东近三十里 行至福龙山 还公命王子成父 兵虚无在山下安营 用大车连结起来 严严密密挡住道口 第二天 秘卢素买引着大队骑兵前来一连冲杀数次 都被车程挡住 山戎见骑兵兼臂不动 到了午后便引兵退走 只留下少数人仍在那里不停谩骂 管仲之士誘兵之计 一面命虎儿班引本国人马杀出 一面命王子成父 兵须无分左右两路接应 专杀福兵 虎儿班奋勇当先 马头到处 容兵皆弃甲而逃 虎儿班正要追赶 忽听大营明金 只得勒马驻兵 秘卢见虎儿班不来追赶 一声呼哨 隐山谷里的伏兵去攻其营 却被王子成父 兵须无挡住 容兵又大败而回 容兵败退以后 一连三日不见动静 管仲问了虎儿班 知道除了黄台山大陆 另有一条小径也可通山戎的巢穴 只是山高路险 要行数日才能到达 管仲便派了宾须无和虎儿班 从小路抄过去 过了几天 管仲算算日期 宾须无异军已可到达 于是传令大军向黄台山谷口扑去 秘卢和宿买听说其军杀入 连忙跨马迎敌 容兵又报西路也有一军杀到 宿买之前后受敌 无心恋战 保着秘卢往东南而逃 宾须无追赶不上 缴获了不少马匹 军械 并救出很多燕国的百姓 齐侯大军到来 吩咐不许杀戮百姓 容忍很是感激 齐军休息了三天 桓公听说秘卢逃奔到孤竹国去 下令继续追击 沿途山路崎岖 非常难走 燕庄公在前引路 过了贝尔西 前面还有五十多里 才能到达孤竹国都无地城 到了贝尔西畔 却没有船只可渡 那些竹筏都被戎主沉掉了 桓公教军是砍了竹子 编成竹筏 分两路过河 孤竹国来不及准备 骑兵就冲入无地城 一场混战 孤竹国军和秘卢 宿买都被刺杀了 桓公灭了山戎和孤竹 因距离齐国很远 就将两国的土地送给燕国 燕庄公因祸得福 非常感谢桓公 桓公得胜回国后 威望更高 楚国气不过 就发兵攻打郑国 郑文公十分惊恐 一面调兵坚守 一面派人向齐国告急 管仲主张就正不如公楚 因此 桓公就会及诸侯 商讨伐楚的是 管仲说 蔡国临近楚国 并且得罪过主公 我们只说去罚蔡 出其不意地打进楚国去 这是升东击西之计 第二年春 桓公便拜管仲为大将 率领兵车三百辆 并约定宋 鲁 陈 魏 曹 许 正齐国在上菜地方会合 名为讨菜 实为法楚 齐国前军树雕先到上菜 蔡侯听说齐兵压境 急忙调兵守城 蔡侯过去认识树雕 知道她是个贪力忘义的小人 又没多大本领 便想得一计 到了半夜 蔡侯派人密送金箔一车给树雕 请求还公 树雕收下礼 就将还公先亲蔡侯法楚的军机泄漏了 还劝蔡侯早点逃走 使者回报 蔡侯大惊 当夜带了公圈逃奔楚国去了 树雕乘机占了上菜 非报还公献公 蔡侯逃到楚国 把树雕的话告诉楚成王 成王方才醒悟 立刻检阅兵车 准备抵御 一面撤回罚政的队伍 数日后 八国大军在上菜会齐 偷偷地向楚国移动 还公满以为楚国毫无准备 不想刚要进入处境 成王早就派了大副屈丸前来迎接 还公知道不妙 一定是有人走漏了消息 管仲上前和屈丸相见 屈丸问道 齐国在北方 楚国在南方 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现在兴师动众 不知为了何事 管仲道 楚国不服周朝 好久不朝贡 所以来则问 哪知去玩遍了几句旧字故走了 还公非常生气 传令大军进至景山 沿汗水扎营 诸侯都要和楚国决战 管仲阻拦说 楚国派人前来 说明他们早有准备 现在只要虚张声势 楚国定会惧怕 也一定会派人来请和 这比打仗要好 果然 楚城王也自知理亏 又怕八国势大 因此 再派屈丸到齐营请和 还公自然答应 从景山退兵到赵陵驻扎 惠同屈丸和各诸侯共同定盟 并要楚国今后服从王室 按时进贡 这时 周传至惠王 惠王有意要费力太子 还公知道后 以盟主身份 邀及诸侯和太子正相见 这样一来 确定了君臣的身份 周惠王就很难下手了 下一年冬天 周惠王死了 还公邀和宋 魯 魏 陈 郑 曹 徐等诸侯 拥戴太子正正式即位 侍卫周襄王 周襄王元年 朝廷派太宰周公孔 把祭奠太庙的祭肉去送给还公 表彰他扶持王室 拥戴新君的功劳 还公有意要在诸侯中炫耀一下 选定奎秋大会诸侯 接受天子赏赐 从此 还公的威望更高 但他也就更加趾高气昂起来 不久 宁七和宾须吾都死了 管仲也得了重病 还公想把国政托给报书牙 管仲却不赞成 他说书牙见人有过失 终身不忘 这是他的短处 还公又问习鹏如何 管仲认为可以 说他能不耻下问 且公而妄私 还公的进尘一牙 是个善逢迎的人 他知道了还公和管仲的谈话 就去告诉报书牙 说管仲不够朋友 可是 报书牙笑着说 我见局管仲的道理 正在这里啊 他为了国家 不讲私交 难道不对吗 说得一牙满面羞残 溜之大吉 过了几天 管仲死了 还公十分哀痛 亲去祭奠 他记着管仲的遗言 就把国政交给习鹏治理 还公由于任用了管仲 采取尊王攘仪的大略 前后称霸二十多年 后来习鹏 书牙相继病故 还公的霸业也就衰了 明镜没有 Levi 我认为平凡 在睡眠的远色 它在睡眠的颜色 任命中 明镜没有